前段时间我花了一千九百九 买了一个Python编程课 打算转行程序员 我是不是交了智商税 这是昨天一个哥们 就私信问我们的问题 这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这算不上什么智商税 就是花钱买知识的 只要你跟着课程学 就是好好学 那就不算浪费 毕竟投资自己 才是最好的投资 但是作为十几年的自身程序员 我可以告诉你实际情况 如果你想转行做程序员的话 学习Python 绝对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 咱们学习任何一种开发语言 目的就是为了找工作 是不是应该选择 更容易找工作变成语言 你可以去招聘网站上搜一搜 看看你们当地有多少公司 在招聘Python开发港 是不是很少 然后你也可以搜一下加码 就看看招聘加码的港 有多少 就远远大于招聘Python港 而且多的不是一点半点的 根本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虽然Python能开发的系统就很多 但是实际情况 真正在使用Python开发系统的公司 就是很少 很少 在大多数情况下 招聘要求 他会把Python 作为其中的一项招聘技能 招聘 但是很少有公司 只是要求你会Python 然后就行了 如果你想学一门 就是编程语言 就是为了更容易找工作的话 是不是要学习一门 就是需求范围更广 就是岗位更多 岗位机会更多的一种编程语言 所以说 你只会加快编程的话 可以找到工作 但是如果你只会Python的话 找工作还是非常难的 当然了 现在不管你学习哪门 变成语言 最后出来找工作 都不是那么轻松 都不容易 只是相对来说 就是学习加快的话 比学习Python 就是更容易找到工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最近网上出现了大量的 就是卖Python开发课程的自媒体 他们整天的宣传什么 学习Python以后 可以轻松跃入过万 如果你真信的话 也就打到他们的目的了 他们的目的就是卖课 他们才不关心你 就是能不能找到相关的工作 其实我们想想 为什么网上就是很多 就是卖这种Python课程的自媒体 坦不是因为Python 学习编程的语言简单 入门简单 更容易 坦不是为了割韭菜 你想想 如果这么简单 就可以轻松去做程序员的话 谁还会花几万回钱报一些培训 就是培训半年 培训机构 当然了 我这里不是说培训报 培训机构 爸爸培训班 他就是好的 其实问我这个问题的人挺多 在几个月之前 我就专门关注过这块 也是在好几个短视频平台上搜过 得出的结论你知道是什么吗 绝大部分 麦Python课程的自媒体账号 都属于几个公司 基本上都是一个公司 做着几十个账号 他们每天都在发什么短视频 说什么 学习Python多不得这么好 而且他们每天都在直播 甚至是无人直播 不停的在播 他们公司的一些宣传图什么的 引导用户加KQ加微信等等 你可以看看 就是很多账号 他们的宣传图都是一样的 唯一的区别 就是宣传图上的KQ 或者是微信号不一样 这说明什么问题 都是一家公司做的 不管你在谁的账号下买的 就是课程内容肯定是一样的 所以说 大家看到最近短视频平台上 就是卖Python课程的账号 是越来越多了 其实背后的也就那么几家公司 真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火爆 我这里可以告诉大家 如果你想学习Python 是为了找工作的话 我劝你还是算了吧 如果你在工作中 真正需要用的Python的话 你可以什么学习学习 毕竟Python是一个不错的工具 不管是它在数据处理 还是爬虫上面 还是在这个什么数据分析方面 都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了 学习Python也是没必要买 这种所谓的课程 没必要花这个冤枉钱 现在网上有很多免费的视频 随便找一个全套的视频 就是跟他学就行了 这里我也是奉劝那些 想学习Python的人 就不要被市面上 这种各种学习Python的朋友广告 冲回来头 真不是你学完了Python 然后就能立刻拿到一两万的工资的 其实就学完了 找不到工作 它是大概率事件 我也是在短视频上刷到过 有些视频中经常说 只要你有手就可以学会 就算你是初中毕业也能学会 也能轻松跃入过万 这种不负责任的话 他们也好意思说 你见过有几个初中毕业的 这个人就干程序员呢 反正在接着现在 我干IT行业已经干了就十年了 我还没有见过一个就是程序员是初中毕业的 高中毕业的 我倒是见过一位 截止到目前也是只是见过一位 现在程序员的门槛至少就是大学毕业了 你别说什么初中毕业了 就算现在大专毕业了 参加了半年的IT朋友以后 就找工作也是超级难的 如果你实在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问问你身边参加过培俊的亲戚朋友 或者你问问他们身边有没有类似的人 有没有类似经历的人 他们是怎么样的 千万别被夸张的广告语言冲回了头 如果你想学Person就走上人生巅峰 或者想去做什么年轻几十万的程序员的话 我想说的是很难的 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就是那种年轻几十万的程序员 咱们不是说他们会几种编程语言了 起码他们会用编程语言 就解决很多这种问题 就是很多企业里用到的问题 可以根据公司的要求 编辑各种各样的系统 另一方面就是程序员 他真不是你就是想干就干的 你必须要有几大的兴趣 如果你得编程没有兴趣的话 就是你做电脑旁边就很难就是进行性的 好好就去编程 就是至少的编程做半天移动不动的 如果你没有这个定力的话 就说明你对这个编程没有什么兴趣 你知道吗 如果你对程序员的工作没有兴趣的话 干程序员绝对是一种煎熬 你知道吗 最后我告诉大家 PASIC到底值不得学取决你将来的工作 PASIC可以作为你找工作的一项优势 但是绝对不能对你找工作的唯一的一个技能 但是它跟加码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是非常好的 你能不能怎么办 因为你还有什么 对那种 对那种 也不能像 感谢观看